到了到了 骑了20多分钟 将近半个小时的车程 终于到我住了这里了 还是蛮近的 今天第一次带我弟来我养猪养鸭的 这个大山这里 哎呀 因为过几天我弟他们就要去广东了 所以说在他们没去广东之前 带他们来我住了这里看一下玩一下 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 怎么样 小弟我这里 弟弟 小弟你就住这里啊 对啊这里啊 大山里面就这样啊 住这里这么山这么丰臂 可以了没事了创业就这样了 我也不想到为了创业为了生活没办法 来来来来没事没事帮我拿着 进去里面看一下我住的环境怎么样 肯定比不上市里面的呀 也比不上老爸那里啊 但还可以了 里面该有的也有做饭了 这些都有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进去看一下 过来弟弟你 坐坐 你随便坐随便坐没事 弟弟你就住这里这么艰苦啊 是啊没办法 还不过去老爸工厂 还跟我现在打螺丝算了 我这里走不开我跟大姐投资这么多 我也想你去帮老爸的忙 但我这里实在是走不开 的确是有点艰苦但哎呀过来 已经已经过去了 艰苦的过去了 以后会越来越好了 我创业成功了以后 我要去市里面买房的 你买了我肯定要买不然的话 我在家里面多没地位是不是 没事的没事的 你一块回来来来喝水 我不好 啊 不用了我刚刚后来 我洗东西过来了 这是干净的 来嫌弃我脏啊 没有啊 这是干净的 没事的 还没有 你嫌弃我这里脏吗 没有啊 没事的不脏这里可以了 你看我先把卫生搞上 你你你去那里那里拿个东西 过来给我拿个扫把 今天呢我第一次带我弟来我养猪 养鸭这里 我弟呢都有点嫌弃我这里的条件 太艰苦了 怪不得这个小勇会离开我 情州原来啊 我这个大山里面的条件 真的真的是太艰苦 然后太不好了 但跟我爸那里 比起来跟市里面比起来 我这大山里面 肯定是艰苦一点 但艰苦呢也是值得的 只要我跟我姐 两个人创业成功了 然后呢 以后买车买房就不是问题了 现在呢开始打扫 上卫生 这里呢已经有好几天 没有住在这里了 这几天呢 我都是在我爸那里住 所以说搞的全部都是灰尘 哇 看到没有我这个被子啊 一个星期没住啊 全部都是灰了 落落 全部都是灰 这就是农村 跟县城的区别啊 跟市里面的区别啊 全部都是灰尘啊 只要一天不住都不行 真的是灰尘太大了 太大了 满床都是灰 哇 幸好我今天过来了 不然的话 这么脏怎么睡啊 所以说今天要把它弄好了 我还以为不会有这么脏呢 因为我 回我爸那里呢 也就住几天而已 没想到几天的时间 还搞的这么脏 全部都是脏兮兮的 嗯 这个灰啊真的是 这个被子又要洗了 过几天再洗吧 满满一层灰啊 真的是太多灰了 这里 没办法 山里面的条件就是这样子 别说小勇 嫌弃大山里面的生活 连我弟来这里 都嫌弃我这里的生活 艰苦 但艰苦也没办法 因为这大山里面 有这种条件 住已经算不错的了 我都没想到我弟会会有点嫌弃 怪不得这个小勇啊 会离开我这里 原来啊 我这里真的真的是太太辛苦了 太艰苦了 这个环境 现在呢 把这个被子弄好 太那个了 前两天我们这里的风很大 所以说去了到处都是也很正常 因为风太大了 过两天再过来弄吧 先把它盖好 反正这一张也脏了 干好些 太脏了 终于搞好了 现在呢 回去我爸那里 怎么样啊这里 不好 太生气了 姐姐你可以去我那个室里面住啊 我买了房那里 房间放那里也没人住啊 不用 我这里呢 虽然说山了一点 但 创业嘛 没办法 你那个房子 虽然说买在室里面 你可以出租出去啊 出租不好 买了还要出租去 但是留在那里没人住 你跟老爸老妈呢 一年到头也没在家 我呢 也要在农村里面创业 我去那里住 可是可以 但我不想去你那里住 等一下 把你那房间搞得乱七八糟 到时候你带你朋友回来又不好 还是算了吧 我带你去看上我 种了那些菜 好 走啊 这里 好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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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